熊孩子入狱的第一天就喘了大祸 小熊被安排去给饭人们洗衣服 谁知刚按下了开关 就被一顿重的衣服给活埋了 嘴里还抽出来一只本命娘的臭袜子 小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是把衣服都扔进了洗衣机里 接着便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掉 麻溜的扔进了洗衣机 但偏偏把头领的红袜子给忘了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臭袜子已经在洗衣机里飞快着旋转 小熊吓得赶紧去开门 结果还不小心掰断了门把手 这下算是彻底完犊子了 看着洗衣机里的水越来越红 小熊只能默默的祈祷 希望问题不大 结果第二天 犯人们全都换上了粉色系的衣服 这群彪形大汉子和想杀熊的心都有了 就这么的 小熊入狱的第一天 就把所有的御友们都给得罪了 吸启的他赶紧坐来吃饭 谁知刚把饭送进嘴里 下一秒就差点吐了出来 这饭菜属实是难以下咽 可御友们却习以为常了 他们从不敢说不好吃 因为这做饭的厨子 是监狱里的铁拳老大 就连典狱长都要对他礼仗三分 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 唯一的方法就是忍耐和低头 然而小熊却是出生雄独不怕虎 直接来到铁拳面前 说你做的饭菜真是太难吃了 还有这面包镜的不就是跟棍子吗 这顿操作下来 算是彻底把御友们给惊呆了 好心的小黑赶紧祈祷 小熊能活着 只见铁拳紧紧攥住了擀面杖 愤怒的看着眼前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可不知事情严重性的小熊 还作死的拿起了一旁的番茄酱 给铁拳刺了一身 他急忙爬上桌子 打算用熊掌将衣服擦干净 结果是越擦越脏啊 小熊顿时慌了 直到自己将大货领头 他急忙回头 想得到御友们的帮助 可死时众人都吓得躲在餐桌底下 愤怒的铁拳一板拎起了小熊 打算今晚就把他红烧 小熊吓得拼命挣扎 却不小心将果酱面包 塞进铁拳的嘴里 铁拳在原地愣了几秒后 才回过神来 细细品尝完便告诉大家 从今以后 这个熊仔子就由我罩着了 就这么的 小熊阴差阳挫成了铁拳的小弟 甚至上班第一天 铁拳就给他安排了一项艰难的任务 让小熊制作500份果酱面包 看着他连橘子都要一个一个的拿 照这样的速度 御友们不得饿死才怪呀 铁拳只好亲自动手 于是他负责将橘子捏成果汁 小熊则负责挑选橘子 然后切点柠檬汁和索料 再放上几勺子白糖 一人一休忙活了大半天 终于是做好了果酱面包 御友们吃的是一脸享受 纷纷为铁拳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小熊评议着自己的爱和勇气 改变了监狱内死气沉沉的氛围 御友们也团结在一起 相处得十分融洽 并且还被评为最温暖的监狱 可唯独小熊却郁郁寡欢 因为他是被含冤入狱的 熊孩子到理发店打工 逃一回给客人理发 就给客人整了个尸盲的发型 他慌忙拿出果酱涂在客人的头上 然后小心翼翼的把头发粘了回去 试图蒙混过关 不料客人摸了摸后脑勺 当场就露出了马脚 这时老板回家 刚好撞见了这一幕 不出意外 熊孩子被炒了鱿鱼 原来露西婶婶的生日快要到了 小熊决定送婶婶一本立体绘本 然而这价格却超出了小熊的预算 为了存钱购买生日礼物 小熊就才来理发店打工 结果第一天就被老板给炒了 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 很快就利用自身的优势 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那就是清洁玻璃窗 无论酬劳多少 他都任劳运院的干活 甚至还给流浪狗洗澡 然而就在小熊的存款即将达标时 惠本竟然被一名过期的演员偷走了 并栽赃给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小熊 导致他被当作嫌疑犯锒铛入狱 然而布朗一家人却没有放弃 替小熊洗刑冤屈的机会 他们经过多方的调查 终于锁定了嫌疑目标 与此同时 狱友们得知了小熊的遭遇后 便决定帮他越狱 抓住真正的小偷 他们打开视线挖好的地板 二话不说就跳了下去 然后小心翼翼的沿着通道爬行 打开通风口后 顺着滑梯一路朝下 来到了换洗的衣服堆里 然后找了个大筐 带上一堆桌布 顺走厨房的煤气罐 做了个简易热气球 明目张胆的飘出了监狱 可谁知落地之后 狱友们改变的主意 他们就只是简单的想约狱 小熊一气之下 和几人分道扬镳 为了不连累布朗一家人 他用藏在耳朵里的硬币 给家人打去了电话 这才得知 他们已经找到了嫌疑人 原来那本立体绘本 居然是一本藏宝盒 真正的小偷 已经在寻宝的路上 为了还自己清白 小熊决定亲自抓住小偷 刚刚越狱的小熊 假扮成垃圾桶 埋伏在火车站 他一路尾随 跟着坏人上了火车 只见坏人来到了藏宝的车厢内 急忙拿出了立体绘本 按照上面的数字 在风琴上输入音符 此时的小熊踩着糖苹果 在车顶上艰难的前行 眼看火车即将驶入隧道 他急忙来了个极限下腰 好在是有镜无险夺过立节 而此时的坏人 已经解开了密码 眼看就要拿到宝藏了 小熊其实出现在坏人身后 悄悄拿回了立体绘本 然而在车退时却被发现了 坏人也被吓了一跳 还不小心触发了开关 宝藏又重新被锁 小熊掺机立马开溜 结果那坏人忘记了密码 只能在后面追着小熊 他们在车顶上你追我赶 眼看小熊被逼到了绝境 这时坏人一脚踩空 直接掉进了车厢内 原来是布朗一家人赶来支援了 坏人拿起长剑朝着众人逼近 没想到奶奶直接掏出了一把猎枪 却万万没料到 里面竟然装的是塑料子弹 就这么的布朗一家全部被制服了 就连小熊也没能逃过坏人的魔掌 立体绘本重新落入坏人的手中 他把小熊锁进了车厢里 所有拔掉车厢的连接器 甚至还改了火车的轨道 就在这时一个棒球迎面而来 直接将坏人砸晕倒地 原来是布朗一家人逃了出来 可此时小熊的车厢却直接掉进了湖里 他在车厢里苦苦挣扎 却无济于事 妈妈见状一遇而下 他想要救出小熊 可无论他怎么努力 车厢的门始终无法打开 被急棍头 育友们及时出现 大家一起将小熊给救了出来 原来他们始终放不下这个善良的熊孩子 回到家里后 小熊睡了三天三夜 等他睡醒时刚好是婶婶的生日 虽然礼物没了 可周围的邻居们都来看望他 还给小熊准备了一个惊喜 妈妈示意他去门口看看 当小熊打开门的那一刻 心心念的婶婶突然出现在了眼前 小熊开心坏了 一头扎进了婶婶的怀里 电影到这也就结束了 小熊经过了这件事以后 也长大成为了一个懂事的孩子